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实项措施 认真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包括九方面内容共三十条 意见要求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足 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 与高于GDP增长与物价上涨之和约三至四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 作为2009年货币供应总量目标 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7%左右 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信贷服务 满足合理资金需求 要求加强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 对基本面比较好信用记录较好 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 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 给予信贷支持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出口信贷业务 加大对产业转移的信贷支持力度 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 意见要求 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采取有效措施稳定股票市场运行 发挥资源配置功能 推动期货市场稳步发展 扩大债券发行规模 积极发展企业债公司债 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 意见还要求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 促进经济社会稳定运行 创新融资方式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改进外汇管理 大力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加快金融服务现代化建设 全面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 增强金融业促进经济发展能力 意见最后强调 要深化金融改革 加强风险管理 切实维护金融安全稳定